Hello 大家好 我是Master Joe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掌机测评 今天是第20期 咱们今天继续介绍由万能公司所出品的 太阳能电池掌机系列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第三款 那么这款的话是科学怪人 英文叫做Mr.Franken 好 那么这一系列的话 有四款掌机是非常的特别 那么它们的话是一个叠加的双屏幕 那么这四款的话我都有进行一个购入 之前的话已经测评过两款 我们今天测评的是第三款 那么下一款的话我们下次也会进行一个测评 好 那么这一系列的话 都是都是不需要电池 那么直接可以在这个户外 或者是室内的这个灯光 把它进行一个点亮和玩耍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外部构造 好的 那么这款的话 依然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么一个橙色 那这个地方写的LCD屏幕 Solar Power 这个地方写的这个Mr.Franken 那么Bandai Electronic 外面公司进行出品 好 那么后方 这是一个游戏的介绍 然后下方的话是Made in Japan 我们把它进行个打开 这个地方一个小卡子 我们注意不要把它这个掰断 慢慢的把它打开 里面是一个红色的这么一个 主要的一个颜色 上方写这个Frankenstein 这个地方是个太阳电视板 那么在户外和室内 其实都是可以玩耍的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个Double Panel 它是个双屏幕 上下左右这个控制键 然后这个地方是声音的关闭和打开 好 那么ACL的话呢 是这个重启键 那么Select的话呢 是选择游戏模式 是一模式还是二模式 一模式的话呢 是这个简单 二模式稍微复杂一点 好 这个地方是这个开始 和进行一个这个攻击 那么为什么是攻击呢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介绍 这个游戏的话呢 我们这个人物是个博士 上方的话就是这个科学怪人 这个Frankenstein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四 这个一二三四四个角落啊 那么上方的话呢 是这个头部这个 这个叫做这个探测器啊 下方是这个胳膊 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机械 上方的话是这个书页 在这个地方的话 进行一个这个操作 那么使他不要醒过来 那么其实也会 待会我们看到会手忙脚乱的 这是第一个屏幕 那么在第二个屏幕的时候 我们这个博士的话 是被抓走了 就是Frankenstein的话 是去救这个博士 是这么一个桥段 好了 我们显示少计 我们进行一个玩耍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重启一下 然后我们进行一个 游戏模式的选择 好 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 机械的话 我们把它按一下 那么上方的话呢 进行一个书页 那么机械再按一下 进行一个书页 那么如果胳膊的话 也掉下来了 那么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四个方向的话 我们需要进行不断的 这么一个操作 才会使得 我们Frankenstein的话 不会醒来啊 好了 那么如果没有液的话 给他输液 那么我们看 继续给他输液 机器的话呢 需要进行调整 胳膊的话呢 把它拿上去 头部的话也掉下来了 那么基本上 搞得我们手忙脚乱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Frankenstein就会突然 扎湿醒过来 也很恐怖的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看他醒一次好不好 如果我就不管他的话 他就会直接的 这样子做起来 那么就代表 我们失败一次了 好 这样就做起来了 好我们当然的话 还是继续这个 各种各样的操作啊 那么操作的话 就使他不要醒来 那么维持这段时间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 下一个画面 就是这个去 Frankenstein来救我们的博士 好了 那么基本上的话 其实我们看似简单 但是由于的话 他几个状态 基本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有的时候 搞得我们这个手忙脚乱 好了 我们再离得近一点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看到 这个地方输液 然后胳膊掉下来了 我们就拿胳膊 上方的话呢 也给他扶正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机械的调试啊 好了 那么基本上 到一段时间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入了 下一个画面了 我们还要再继续再坚持啊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 应该是进入下一个画面 这个地方是这个坏人来了 要把我们博士抓走 Frankenstein的话 是坐起来去救我们的博士 好的 Frankenstein的话 就有攻击博士 他是可以手踢木桩 这个叫脚踢木桩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踢开这个木桩啊 那么刚刚的话呢 我们注意这个木桩 不要打到我们啊 好的 可以用脚踢开 这个木桩啊 我们再来一次 然后这个的话 也是踢开啊 好的 应该是可以再往前走了 我们直接掉下去了 所以说的话 如果木桩 滚过这个桥梁的话呢 是会把我们这个 直接掉下去的 那么第二个画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待会的话 是要到上面来啊 去解救我们 这个博士的 好 那我们就不再做过 这个过多的演示了 那么这个的话 其实在第二个画面 还是比较复杂的 第一个画面的话 是手忙脚乱 那么第二个画面的话呢 要去最终要到上面去 去解救我们的这个博士了 好 我们这边测评 那这个游戏机的话呢 是万能公司出品的 这么一个 Frankenstein 科学怪人 这么一个游戏机 非常的具有可玩性 觉得是可以这个 不输给现在的 很多游戏的难度性的 好 那么这边测评 我赶紧的交流 没有的话 这一百七场 我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